我今天好帅啊 你今天变好看了 我今天变好看了 比以前更好看了 只说不如听我说 大家好我是孙一涵 我是关红 如果瓶盖开不开 旁边又没有人 你会 我会使尽我全力 然后试一次把它拧开 我放弃 大街上听到商场话的伤感情歌 你立马想到的是 我们不会想到什么事 但我会立马跟着唱 我觉得这个电源是个有故事的 明星之间商业互赌 最爱说的一句话是 王安今天好帅啊 你今天变好看了 我今天变好看了 比以前更好看了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会穿越 你会 我会穿越到那个猪肉纪时代 因为我非常想看恐龙 然后被恐龙追 就到处穿吧 就大家就想去看一下 说说不看七流星花脸会后悔的三个地方 非常好看 大家都非常用心 很精彩 我觉得不看的话 你会失去四个男朋友 看颜值 养眼 都一样的偶像区 花的内想时候是一个内心孤独的孩子 同一堂建议是他绝对的守护神 说说被他守护的感觉吧 我觉得被他守护 我就好像拥有全世界一样 有他我就很满足了 那一句话来说说守护他的感觉 就像照看自己特别喜欢的小狗狗 小时候有做过至今都觉得很崩溃的事情吗 我觉得我崩溃的事情不是我自己做的 是我妈 她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养 然后到小学 两三年级前 我一直都是寸头 如果有人说 马尼 你们竟然敢挑战流星花园 对此各放一句可话 为什么不敢挑战 你行你上 刀民寺 花则类 美作 西门 这四个角色如果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觉得谁有可能成你的铁哥们呢 我觉得是花则类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就是一模一样的人 那生活当中这四个角色 哪一个是你的菜呢 他都在这呢只能说他了 其实四个人性格还是蛮不一样的 但我可能会比较喜欢成熟一点的 二位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是 学校 直接就是拍戏在现场 人生不止如出现 现在看彼此和刚认识 有什么惊天大区别呢 我刚开始见到孙一涵经历 我就觉得他很高冷 很有补饭 现在的话我就觉得他特别清淺 然后其实他也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人 就是一刚开始见他就 他特别的腼腆 但现在感觉放得开一些了 话说个子高走路带风 上面的空气感觉怎么样呢 很新鲜 超级热 说说大长腿的烦恼吧 有时候上下车也都头到低的特别低 或者是有那种手环 然后走路如果没看好就中了 我以前就是很难买到裤子 人在江湖飘哪能没有黑眼圈 重金求黑眼圈的良方 有得到良方吗 吴希泽说戴墨镜出门就好了 他还让我给他转账 他让我给他钱 为什么要给他钱 因为我说的是重金求 但他这个根本就不是方法呀 如果很累的时候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减压呢 睡觉 上床上 晒太阳 回家睡 你两位大老师 吞女生都不会吃一堆东西 不会啊 可能我不是女生 从小就把我当男孩儿一样 有什么一见到就抓狂可母的一口吞下美食 春秋奶茶 基本上美食都想一口吞 不过晚上睡觉前饿得不醒了 旁边又有零食 你会 吃 原分的 两位是自带狂魔吗 不是 就是 手机里有没有自己的自黑照呢 有啊 高贵冷艳 低调华丽 女神 你会选择 低调华丽 明明很低调 因为华丽 所以又会很高调 人很话不多 高大 威猛 萌萌的 你会选择 人很话不多 因为我觉得是个 没有更新的一个人 来自三里亚张图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两分钟内猜的最多的一方 获胜 输了爆料自己的一个秘密 我 有一个很严重的怪癖就是 我很爱剪指甲 就是我 我希望我的指甲永远不要露出那个白色的部分 然后我基本上去哪都会废着我的指甲刀 一起吃鸡啊老妹 你们太垃圾了还是算 工作室担心的没毛病 这样吧 你每次自拍前先发给我们看看 帮你拔把关 哼 把关啊 我为什么要给你把关 我觉得我自拍挺好看的 一关修炼 搞独门秘籍 对 去修炼 修炼爱情的心酸 哈哈哈哈 修炼爱情的心酸 一看见你 我觉得我就恋爱了 告诉我怎么办 那你就要多看流行花园 就更爱了 你很知性 还好吧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 男神 金 来打我啊 哈哈 我告诉你 你现在如果出来 我立马打你 你过来啊 你过来啊 那天我觉得很奇妙 就是我跟我朋友 就去了一个公园 然后我们聊天 聊了半个小时 然后我就走了一条 我平常完全不会走回家的路 有四个人站在我们前面 我就跟我朋友这样穿过去 然后我朋友就说 你知道我们刚刚经过谁吗 我就说谁啊 他说彩姐 我说哦 是哦 好 然后就继续走 然后结果我们就被叫住了 但不是彩姐本人叫我 是经纪人来叫我 然后就叫我就说 哎你长得挺可爱 有没有兴趣拍广告 然后这个时候 我是看着我朋友 我以为他在跟我朋友对话 就是没有 我以为 我根本没有想过是我 然后结果 我发现他目光就盯着我 然后就 我吗 然后就 哦好啊 因为我内心其实 没有想要去主动争取说 可能在演艺圈发展 但是 也没有排斥 所以我就想说好 那我就去公司试镜看看 然后去了公司之后 就试镜试戏 然后就 成为演员了 然后现在就在这边了 然后就在这边了 然后就在这边了